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欢迎他们 欢迎各位 我们用精彩的演唱 用我们的热情共同雷响中国吧 让我们首先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组对阵选手 欢迎欢迎两位 欢迎 一号选手来自河北邯郸 卢静静 今年多大年龄 24岁 好年轻啊 我觉得今天有点志在必得的意思 我们二号朱梅霞啊 今天是第一场比赛的第一组 穿的又是一件红色 这是预示着什么呢 开门红啊 开门红 对 跟大伙说说你学系多久了 我从97年开始学系了 然后也就20年了 20年了 老票友 是不是 你学系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唱段呢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段 三库殿李诗民登龙位 唐派虚声反串啊 对 女孩子唱这段戏呢 难度可是太大了 太有挑战了 你从学系开始就唱的是这段吗 起初学系的时候学的蛋脚 后来就是想挑战一下 让自己更加的出彩吧 就是这个 大伙看看今天唱的怎么样 好不好 卢静静为大家带来的唱段 会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破红舟选段 九历鞭亭战马狂 大英雄的形象啊 在舞台上尽情的绽放 对不对 那今天第一组选手啊 我预测一下 姜还是老的辣呀 所以我更看好朱梅霞 你听说过这句话 叫出声牛犊不怕虎 嗨 这咱们俩就比上了是吗 来了 我们现在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 为我们2017雷翔中国系 名列台赛的第一号和第二号 两位选手鼓鼓掌鼓 加加油好不好 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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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尤之声 我们再次就喝好 没有很热情的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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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唱小美丽 《当远的经点环愣愣愿照片》 《丁远环愣愣愿照片》 京中香大作菜 大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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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两位为我们的 2017雷响中国细腻擂赛 来了一个开门活 没错 卢静静 我想问一下 你是我们濮阳战斗 海选冠军 怎么想到来参加 黎元春的比赛的 不是我报的名 是我老公他爸爸 跟我报的名 当时我爸给我打了电话之后 我就吓死了 应该高兴才对 我觉得吧 上黎元春这种舞台 对我压力太大 这样把自己给吓坏了 后来没想到自己拿了冠军 我问问你 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平时想想演出 因为这个戏曲 我这两年才开始正马景地唱 我以前也是跟我老公一样 干乐队的 我是弹琴的 弹琴的 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我老公是吹唢呐的 这配合得真叫好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来了 来 老公挥挥手 你两位音戏边缘 有一点我就特别地好奇 像你们对音乐爱好者 表达起来这种感情 是不是比一般人要方便一些 是吧 是吧 比如说 站好了 那我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他吧 就开始表达了是吧 对 表达情感了 来 开始 你再让我总想起我 别再让我天天才讲 你是我的亲老 我是你的亲娘 爱的爱 快 快快去见 在那里 太感动了 瞧瞧瞧瞧 什么叫幸福 我跟你讲 台下看得最开心的 不是新郎 而是新郎旁边的公公 这老公公抱着孩子 好 好 差点把孩子给扔出去 怎么样 嗓子非常的漂亮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朱梅霞好不好 对 梅霞刚才提到了 说其实之前唱的是弹觉 后来转的这虚声 他的这个努力 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你看从弹觉转到虚声 特别的难 而且他的这种努力呢 也获得了我们的虚声泰斗 贾婷居老师的认可 在2014年呢 他就成为了贾婷居老师 并不多见的 清传的女弟子之一 特别棒 来 掌声送给他 哦 太棒了 两个都是第一个出场 这实话都有点紧张 这个先说这个 二号选手 唐派唱得很地道 你有点稍微有点探腰 对 哎 你这个帝王将相一出场 就应该把那个气派带出来 你的声腔掌握得还是不错的 一看得到了我们的 假听剧先生的真传 包括那个 当然了女生在唱唐派的时候 她有自己的大本嗓 和小嗓的结合 她唱的气息也很贯通 但是今天有点紧张 唱的时候掉了一半 对不对 乐队给你的时候有点紧张 希望你 放平心态 越来越好 第一号选手叫静静 静静 很大气 上台很压台 跟饭丁一样 看着都能派唱 这个我们一定要自信啊 上台就要自信 我们上台以后 我们就是很快大 但是我们唱的声音很穿透 我们为什么有好的声音呢 因为我们的底盘重 我们到哪都带着音箱来的 但是给你一点点建议啊 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 你的状态特别的好 唱破红舟的时候 应该提一点精气神 再有一点那种 将军即将出征的时候 那种尽头得有一点 刚才你唱第二个歌曲的时候 倒是唱得很零零尽致 可能是见到老公了 还有老公公也给爹坐住了 你马上一见到前任 那心怀如仿 感觉不一样 再一个我特别佩服你 你看反正哥也胖 但是我都不敢传败来 你不但敢传败来 你还传来姗姗法广 下次我要见到你的时候 副庄一定要又黑又败啊 谢谢 谢谢 陆静静 你刚才第一嗓子搭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声音特别纯 音色也比较好 但有一点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演员都存在 就是唱腔里边的人物感 声音里边的人物感差了 二号选手 刚才你的瞬间就觉得在舞堂上挺稳 同时这个稳的隐去了 埋去了你的紧张 这也是你的优势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上额音过多 完了听了音色就不是特别漂亮 你再找一找唐派的那个二本嗓 二本嗓那个穿透力 那个音色的舒服劲 让观众听得要入耳美 好 祝贺两位 谢谢 来 大家做一下准备 我们现场的500位打众评审 首先来为一号卢静静来打分 来 请打分 好 一号卢静静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14分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500位大众评审 继续做好准备 我们要为二号选手朱美霞打分 来 请打分 加油 加油 好 朱美霞获得的观众分数是 372分 好 接下来要看我们的 明星内主评审团了 每人的分数是10分 来 起量爬 如果没看错的话 9位支持1号 卢静静 为卢静静加上90分 有一位支持我们的2号 为2号朱美霞加上10分 好 你们来看看最后的比赛结果 卢静静504分 胜珠 祝贺 祝贺 欢迎 欢迎两位 我们第二组选手 有缘分 都姓王 王俊刚 我叫王岳涛 王岳涛 500年前是一家 没有 何姐 我觉得这是大王小王 他们两个加起来是王炸 厉害了 看形象 俊刚应该年长一些吧 我是哥 36岁 那我就是弟弟了 我今年21岁 捡过胸肠 勉励 虽然客套了很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一丢丢的火药味 其实这两位反差还是挺大的 特别是在这个体格上的反差 我们问一下吧 问问大王 你有多重 九十哥差不多 200斤 你冤枉九十哥 九十哥明明199斤 你怎么说我们200斤呢 真是 问问小王 你呢 我 八十八斤 哇 来来来 岳涛 一个男孩子八十八斤 热烈地握我手啊 你八十八 对 我也八十八 真的呀 哎 你们四个八 腰为多少 这一点腰 我腰为一尺八 哎呀 还是一样一样 真的 一尺八 八十八一尺八 咔咔就是八 你们两个特别搭配 今天有好戏看了啊 所以你们那边是 黑 大 壮 那我们这边就是 白 小 瘦 虽然在这个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啊 在体格上 对 但是戏曲在他们生命中的重要性 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你看我们练习戏曲爱好戏曲 从我们濮阳的狼牌特区的海选 一路走到了我们的擂台上 所以特别期待着你今天有好的表现 加油啊 加油加油啊 好 小王 你来介绍一下你跟戏曲 你现在是大学生对不对 对 我现在还是一名大学生 大二的 大二的学生 什么专业 我在学校学习的是音乐表演的专业 音表专业 对 涵盖哪些门类呢 就是我们那个专业涵盖了有钢琴 声乐 还有舞蹈 舞蹈 那为什么来唱戏 来我们黎元春 因为我特别喜欢戏曲 其实登上黎元春的舞台 一直是我很大的一个梦想 所以此时此刻 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内心非常的激动 当然了也希望我今天的表现 能够赢得我们所有观众的支持和认可 谢谢 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看大王小王 这么热了一家人似的 我为一个敏感的问题 你们都实话实说 你们预测一下 今天大王和小王的表现 谁的胜券会更大一些 哥姐这是在挑事 你看 我块又大 年龄又大 一定是我 唱得也好一点是吧 我们也不能输 但是我觉得 我虽然年龄比你小 我块头比你小 但是我今天给现场所有的观众 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什么样的惊喜呢 杀手锏 你看啊 这大王是有备而来 志在必得 我们这边是暗藏杀手锏 带来了一个惊喜 行了 咱们就好戏看了 按照抽签的顺序 我们先掌声有请大王演唱 好坏话 好坏话 给你找的错爱 两位你 两位你 两脉苍苍 五山中 先前相知 是你我今后之喜 我爱有何人 你未保护三流米 我成功 我绝了后代根 我绝了后代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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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哎 拒不住悲生大妈 说是今 为酒要离开的娘 接着你爹和娘 寒暖三明 是可怜的姐爹 从今往后 我爹和娘 悟空凛滴 睡来不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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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终会…… 好像 sp… 不叫他 娘的花菊菊牢继续放 行路奔拔道 我走过后 喝了几村去桃药 参差生房 多多少手 且必想要 二人一同冲击一场 大街之上有无功 去放备药伤 夜晚火苗 封一场消息收花梁 我而年留下 为酒奔拾 怎么就为念我 千读花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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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哎呀 小王这个惊喜真的是可以 啊 哎呀 我觉得他不仅这个腰比我细 这个唱戏的嗓子也比我更甜润 更柔美 不是女人更像女人啊 哈哈哈哈 很高的夸奖 哎 你就先说我们大王 原本呢是做的医药销售员 干了四五年业绩也非常的好 大王 却依然决然的转行 开了一家凉皮店 是吗 人生的轨迹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戏曲 是吗 因为我太热戏了 因为我搞一要销售的话 全国来回的跑 没有时间唱戏 然后呢 现在我卖凉皮 白天卖凉皮 晚上唱戏 哎呦 好 哎呀 你这个凉皮店叫什么名字 叫拐角凉皮店 就是那个拐弯的拐角 拐弯抹角 对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因为当时 刚开始摆摊的时候 我们两口子推个小车 在那个拐角那卖 路口的拐角车 对 现在客户越来越多 我们又在那个拐角那 弄了一间门市 小车变大门店了 这名字合适啊 你看其实 从这个医药销售员到凉皮店 人生也因为戏曲来的个大拐角 我听过一首歌叫 《转角遇到爱》 您是拐角遇到戏 对 差不多 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啊 其实真正开始坚持练习 也就是从开凉皮店开始的 对 四五年的光景啊 四五年 能够唱到林渊春的舞台上 平常一定没少下功夫 提起常洗 每天晚上抛到晚换没认的地方 就在那吊嗓子 就怕在大街里边吓着认 每天在公园里边一直喊 那喊到几点呢 嘴弯的时候就喊到两点 凌晨两点 两点啊 学生打电话 喂 那边有个疯子 一直在喊啊 哎呀 媳妇没因为这个 她支持吗 晚上这么晚回去 不支持 刚开始不支持 对 因为 每天就在 到拔店我就关门了 拔门一关 就在去尝洗 因为少整钱 媳妇老是埋怨 哈哈哈哈 我来良品店 就是晚上这个八九点 是顺利最好的时候 一关门 去练戏了 对对对 媳妇有遇见 但是我听说啊 您现在在您当地是 远近闻名啊 好多那个乡亲们 都是冲着您唱戏唱得好 到你家的良品店的 这个媳妇态度有改变吗 现在改变了 现在刘元淳一通知 我媳妇说 你去吧 良品店不用关了 我得顾个人 哎呦 嘿 哈哈哈哈 哎呀给媳妇点个赞啊 今天的登上舞台 军功张唱 有您的一半呢啊 哎 经常有乡亲们 是冲着您唱戏到店里的 来 那咱们就模拟一下 你看今天 我们现场来了三位客人 啊 冲着您的 唱戏到良品店 吃良品了 这位您认识吗 九十哥 人家都说 你看你张得给九十哥啊 你妈还有九十哥 这样的好看 哈哈哈哈 就是九十哥传的 黑和白 你看您 哎 哎 还有呢 小湘玉 梦中情人 哇 哎呀 汪老师 我的偶像 哎呦 这三位都到您店里 来吃良品了 想让您唱一段 来 您就看怎么样 怎么给弄个良品唱一段 我做的 两片可是真好吃 真好吃 这两片太苦了 就是人家卖吃的都应该是特别高兴 对吧 大家吃着开心的一上吃着哭着 你本来没哭给唱唱吃哭了你 为什么 这两片太苦了 为什么要这样唱 我特别喜欢李淑简老师的喜 我就是唱李淑简老师的喜 用李派唱的 对 那一来唱 那您看良品店 人家这么爱唱戏 您唱个喜庆的 这良品应该怎么卖着唱 这个 这个 唱好吃的东西 你应该高兴 对 我记得 长相遇大师当年 人家卖着菜唱得都高兴 柳河湾 吃中菜全是安家 远里种 滴里质 喝里情 吸了有吸呀 虫了虫 可可白菜都将为生 可可白菜都没有虫 你不能唱了 我已经饿了 我觉得大王这不实在 输了半天也没给我们大家带两瓶 是吧 三位老师干瞪眼 你看小哥姐都饿了 来 我们来点时代的小王 呦 这都换上衣服了 就是给大家跳一段 我们中国了古典的水秀舞 水秀舞 好 来 好 最后站住了哈 哎呦 刚才在看小王表演的大王一直在点赞哈 你什么感受啊 你什么感受啊 我看了小王的表演以后 我不是应该叫兄弟呢 叫啥啊 妹子 太坏了 哎 不过真的是 我觉得小王今天在舞台上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非常全面 多才多艺的这样一个有为的大学生啊 非常棒啊 哎呀 小哥 我跟他们的心情都不一样 小王在舞台上去跳舞啊 我一直替他捏巴汗 怎么了 我把他这裤子挂不到腰上 晚一跳了点 苦得掉了的可不好看 你知道吧 你管得真快 腰太细了 腰太细了 嗯 你平常都不吃饭吗 我从小就感觉就是这身材 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 你一顿饭最多能吃多少 米饭的话 最多呀 最多话 他吃饭肯定是按米粒吃的 你听出来的吗 小王 范君评委对你是羡慕嫉妒爱呀 你再把那烂花纸盛出来我看看 对了 那你为啥一唱就成这了 我有点紧张 我觉得你很有胆觉的牵制 有潜力 嗯 但是提点啊 不能太瘦了 你看你唱的 所有的气都跟着熊强一上 你还是要把声音拉下去 但是我觉得人家小王挺投入的 特别大胆 本身这个男孩子唱女孩子 说良心话 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这么展示自己 我觉得为你点个赞 就是你有勇气 自己热爱 喜欢 愿意为大家展示 你这种勇气 包括你那种执着 你一定是下了功夫的 虽然说这个声音在上面捧着 但是你的感情是对的 对 谢谢老师 情感是对的 就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王 你的声音音质 高音区啊我没有听到 但是好在一点 你身上还是比较规范的 不是说你看你做个动作啊 表情啊 还是绝对还是在人物之中 如果说你在唱的过程中 旋力在过门在走的过程中 你继续在你的人物之中会更好 接下来说我们这个小王 就是这个声音有点紧张 这个男生唱女生啊 我们后边也有这些泪住选手 你回来给我们的弹角这个男弹 这个再找找感觉再学一学 关键是你换气太可怕了 比如说 这个又不美又感觉不舒服 太大了 信号给的太大 你换气嘛 就是气啊 换气的过程中 不要让观众感觉出来 谢谢老师 感谢三位老师 第一次登上舞台啊 大王小王都难免紧张 这都理解啊 刚才评伙们说要投入 咱们戏曲有句话叫 不风魔不成活 其实讲的也是投入 投入到忘我 我希望大家因为戏曲 登上猎人士的舞台 经过一次一次的比赛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更加投入到我们的戏曲中 好吗 好 来 接下来的到我们这个投票的时间了 我们请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 做好准备 我们首先为王俊刚来打分 来 请打分 现场观众为三号选手 王俊刚打了303分 接下来有请现场500位大众评审 来为我们的小王王岳涛来打分 各位 请打分 好 王岳涛最后得分374分 恭喜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 我们现场的10位明星类的投票 每人10分 喜欢谁就为他投票 来 请表决 4位王俊刚加上40分 投我们4号王岳涛的 一共是6票 为他加上60分 恭喜 来 我们看一下 两位选手的最后得分 恭喜王岳涛进入下一个比赛 恭喜小王 恭喜 好 朋友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三位选手 欢迎 欢迎5号 6号两位选手 刘萌萌萌啊和我们王玉珊 应该是一组老少的组合啊 萌萌萌今年多大了 28 啊 王玉珊 55 所以按年龄你得叫声王叔叔呢 叔叔好 虽然不是一辈人 但是是对戏曲共同的热爱 让两位走上了我们的擂台 萌萌是在我们狼牌特区的海选 新政站的海选站的冠军选手 萌萌的又一个身份 他是一家民间艺术团的小团长 给大家说说 我们这个团办了多少年了 团呢现在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我这一个团里边是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 你们这些年都去哪演出过 就是在咱们走遍整个河南省 然后远的地方去过山东 山西 陕西 广西等等 我自己会唱河南戏 我走到很远的地方 全国的朋友都能够接受咱们河南戏 提升了自己的自信 对 我很自豪 很开心 所以今天我们很期待他的表演 王玉山大哥 我看资料上显示 您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们特别期待这样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戏民 您是我们的狼牌特级杯 雷响中国西米海选 贺必战的优胜选手 是吧 对 对 对 您唱的可是蛋卷 是雷 其实是反串 反串 他唱秦雪梅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充满了期待 那接下来咱们就掌声鼓励一下两位 比赛就正式开始吧 小蜗牛 小蜗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乔尔 一日摔下你 分身对付今备仇 今备仇 只怪自己没文化 只怪自己绿不走 它是一座高高的山 不是我怕的爱枪头 当初就不该八卦抢牛 抱着幻想我受不了 难未了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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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起不起我佑他佑 即生一将终身舞 但是我再也哭哭吧 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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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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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哭哭 山洪大 山洪大 我的团明年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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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看见了啊 不随不长啊 不随不长啊 有谁指着回味道啊 你给我骗我 走啊 起路去 累死了 接起来啊 说起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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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 入围 我所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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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喇叭都说 都听都练就这样 咱别激动 大哥 大哥咱别激动啊 所以说的是 你平复了 对对对 这个大哥 你平复一下情绪 你你心放下来 这会儿已经万事了 没问题 真的你特别棒 特别棒 谢谢 你看看 范君说了 你再问问他从哪儿学来的 你跟谁学的呀 我跟大喇叭 跟孙姨在打电 再加了一会儿来 看 原谅 太紧张 你看干净 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基本上跳出来了 你是跟大喇叭学的 跟广播学的 对 你这个练戏在什么地方啊 我在我家田地里 种地的时候练 过来的时候练 我没有啥举手 我自由自在 我喊你喊 我吃点喊 越喊越亮 越喊越呆劲 越喊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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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到咱练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 你展现一下 现在戏愣唱出长派的味儿了 对呀 还没改词 你知道为啥吗 三个长派在这坐着 人家要敢不唱长派嘛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对不对 你看他心里美了 开始扭了开始 对呀 你这什么表情这是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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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高兴 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报名 打泪 我以前假的不支持 和那弄屯人都说 唱啥鞋 还唱女生 咱们文次都说 只做 只做坚持坚持 一直坚持坚持 坚持到 不到林延春现场 我是不罢休 大哥特别特别的可爱 今天我们现场真的有特别多 又有特色的选手啊 为什么我被吸引到了观众席呢 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萌萌演唱的时候啊 我在台口 就发现啊 我们观众席有一位观众 特别的激动 又是鼓掌 又是叫好 又是跟着唱 哎呦 他那动静比舞台上都大 哎呦 您看他眼神给个特写 一见萌萌 贼亮贼亮的 哈哈哈 哎 你点评一下今天萌萌的表现 他怎么就吸引了你呢 哎呦 唱了好 唱了得劲 听了我本身上压都得劲了 哎呦 我说您是点评的是真得劲啊 但是我得问问您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 你在这看的得劲 点评的得劲 你觉得你媳妇听了她会得劲吗 哎呦她听了个话才得劲呢 啊 不会吧 你不嫌疑我吧 媳妇 我说得得劲吗得劲 得劲 得劲 哎呦 嘿 哎呦 原来这是不唱不随 一家人吧 来吧来来来 哎呦我说呢 咱们上舞台吧 哎呦哎呦慢点慢点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哎呦嘿 哎呦 哎呦 哪儿哪儿都是带紧了是吧 怎么样 今天你也住住阵 咱们再画画所纳情 好 来 ай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在人物的塑造和声枪上 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一段戏 是的 是的 刚才范君老师有些地方说的 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 首先是对人物的理解 你投入的信号偏大了点 你比如说唱枪里边的开口音 不管是哪一句唱词的开口音 不要偏大 一大了声音就散了 又朝一日 摔下地 这就是收放自如 我还是希望你要用心地听 去理解任务 这个玉珊大哥啊 你记着一点啊 不管是唱秦雪梅 阎老师那个吐字是非常清晰的 你可能是光注重你的声音了 以后在延长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吐字 请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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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今天呀都很有特色 但是我有一点建议 王玉珊大哥哈 你的最大问题是一下进入过了 然后再说那个听着喇叭 噓的呀 听喇叭也撑着了 你也太透容了你知道吧 这是好理面 但是要掌握一个度 你来是没有进去 请没有进去 光相若声音或者啥 把那个劲儿要吃到外头了 那俩稍微有一点儿 角溜或者说节俭 今天外套秤工了 不过咸咱也秤工了啊 王大哥 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你给他管输 让他绣这个壳绣的阀绳啊 让他去绣这个壳复杂啊 他也弄不正 我就觉得你不要束缚自己 你就是李怨纯的舞台 你想着收 但是我觉得今天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 唱得很不错 为什么 就是单身有一点儿 你进去了 你得出来 平常呢 我在甲蕾唱的时候 我都能出来 我一到李怨纯 我不想走了 不想出来了 太可爱了 你曾大愿 大家都很喜欢你 谢谢 我们今天的选手 都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热爱戏曲 非常的热爱李怨纯 怎么样 咱们是不是接下来请我们的评委 走上舞台 表演一段 为我们的戏迷拉拉票 好不好 好 来一段 来 张晓英你见过没有 我见过 张你想见见货了不贾 贾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我说她的沙场里可呛啊 张晓英我终于见到你了 大名顶顶的货包 我们俩给你们拉拉票好不好 好谢谢 妹妹 左船头 哥哥大悠悠 哥哥大爱 前生大悠悠 妹妹 左船头 哥哥你爱上头 什么位置 你汗水 撒一路啊 你睡在我心里里 你不先帅舞 说那么大日快 这阵子 我都那規珊子 一向龙下来 我叫你 有有有有有 请让秦哥哥 再绕一会 谢谢 谢谢 谢谢这拜把子 好 这下来是我们现场的 五百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 我们要为两位来打分了 首先我们为五号选手刘萌萌 来打分 喜欢她演唱的观众 请为他头上能的一票 来 请打分 现场观众为刘萌萌 打了385分 接下来为王玉珊打分 大家做好准备 请打分 好的 现场观众为王玉珊打了384分 好 下来要请我们的明星类主评审团来表决了 支持谁 请表决 来 看一下支持5号的 8位 为5号选手刘萌萌加上80分 那支持6号的有两位 为6号选手王玉珊加上20分 刘萌萌最后得分465分 祝贺刘萌萌 顺利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同时我们热情的掌声送给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王玉珊大哥好不好 谢谢你的这份执着 下来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 好 我们抽取现场的幸运观众 来 一起来看大屏幕 来 一起来看大屏幕 3 2 1 停 停 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比赛 有请三位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来 好的 欢迎三位再次回到舞台上 好 岳涛呢虽然是位男士唱的也是弹角 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来 开唱吧 来 开唱吧 为少年 交流 心酸真正 在啥销 一声两站的模样 一声两站的模样 心酸真和 coating 一声两站的模样 如中原成的恩 春一生涼 瓦解了心中怨恨 一生涼催眨 心头愁雨 心头愁雨 想不到 而当成人多因均想不到 而接受望外成果局 这真是上草喵喵有恩惠 从今后 娘不离家 儿 儿不离娘去 你 儿不离娘去 儿不离娘 儿不离娘去 你许美 江湖里被生打 我眼神啊 山不尊 我的短命的祖母 啊 山山 诗之王极亮亮 伏随伏长 有谁去这昏文城啊 有谁去这昏文城啊 你这昏昏文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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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离去 千金诗要我心 声叹含期许 到如今 他对我半边合意去 剑上吧 剑上吧 如梅的眼 请我心悔 哎呀 啊 山 安 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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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感觉他演唱的第一段应该是咱们长派的一个经典唱枪 唱枪呢我感觉比较高亢明亮激昂 还是真有咱们那个木贵英这女英雄啊挂帅的一种呃 这种激昂的状态非常好 特别是高音区啊 也是非常干净的 加油 好 谢谢您 谢谢 今天啊在现场我发现有一群人 他们看比赛全程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嗨 但是内心呢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五味杂陈的 那就是我们的各位明星类主评审团 因为现在台上他们正在经历的就是你们曾经经历的对不对 来我们来请明星类主评审团来预测一下今晚的类主究竟会是谁呢 来首先景花孙帅你来预测一下啊 我觉得应该是五号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唱的比较好就是各个方面表现的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这是我个人啊 好的我们再来请一位圆娜预测一下今晚的类主会是谁 啊我也觉得是五号 我觉得他第二段比第一段好多了 而且声音还有那个情绪也控制的很好 相当的专业啊 最后我们来问一下场上年纪比较轻的孙祥宇啊 如果让你选一个类主出来你会投给谁 我觉得也是五号吧 是因为五号长得最漂亮吗 好的 这就是我们明星评审团他们的一个预测 但是今晚最终的类主会不会是五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 三位选手喜欢谁就投上您神圣的一票 分数最高的一位将直接晋级我们下一阶段的比赛 来大家做好准备 首先为一号选手卢静静打分 现场观众为卢静静打了354分 接下来我们为四号选手王岳涛打分 请打分 现场观众为王岳涛打了339分 请现场观众为刘萌萌萌打分 大家做好准备 请打分 好的 刘萌萌观众刚才给出的分数是352分 来我们看一下三位选手观众打分的排名 卢静静354分 王岳涛339分 刘萌萌352分 我们祝贺卢静静胜出 哇 两分的优势啊 进入我们下一阶段的比赛 祝贺卢静静 再一次祝贺卢静静 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两位选手 还有一个进址的名额 这个潜力在我们现场三位评委的手中 每人50分 从汪泉珍评委开始 投给 三位评委的手中 每人50分 从汪泉珍评委开始 投给5号 5号 为刘萌萌加上50分 来 小湘玉评委 刚才专家所有说的 你第二段都做到了 所以我把我这50分 打给5号 再为刘萌萌加上50分 有请范君评委 我这50分还打给 刘萌萌 再为刘萌萌加上50分 谢谢 最后刘萌萌得分502分 祝贺刘萌萌上出 我们所有的今天参赛的选手呢 都还有机会 我们将会在黎渊春的官方微信号 和黎渊春的APP上 公布我们今天参赛选手的资料 喜欢他 就为他头上名神秘的一票 您的一票 谢谢 谢谢